其實我最喜歡這個角色 佳欣強勢回歸 拍攝台慶劇《星空下的人衣》 自從結婚之後 佳欣加添成熟美 多了一份信心 跟劇中角色張以森的 堅定自信特質不謀而合 現在拍了十多年戲 現在回想起來 五年沒有正式拍他主演的戲 我覺得這部可能是我入行以來 最喜歡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他的使命感很重 我覺得他要帶動一些很好的氣氛 以及很好的能力給這個世界 我們這次是開Right Venture Galatini 這個接觸最重要是避開LED 即使是專業的醫學名詞 佳欣一樣囊囊上口 大大加強醫生角色的說服力 不過語文好只是基本 演戲始終靠實力 他不可能一輩子搏著機器 試試讓他靠自己 早幾集佳欣演技大爆發 說他為姜麗文的女兒做手術 期間波折重重 令他一度認為手術失敗 最後嘉欣向嘉穎哭訴 表情表達得很有層次 可能因為我快要做媽媽 讓我感覺到… 原來面對死亡是多麼難受 我…我不知道如何面對她,媽媽 我不知道如何跟她說 這場戲令不少網民心心感動 留言大讚嘉欣脫胎援骨 要捧她做事後 角色拿捏得好 原來拜嘉欣的肚子所賜 我很開心這部戲讓我可以懷孕 是 那個感覺不知道為甚麼 我覺得自己整個… 好像做些甚麼都好像會OK 就是每個人都要遷就我 我覺得不知道為甚麼 我一帶了這個假圖 雖然它是假的 但它做得很貼我的身體 我感覺到我的寶寶 然後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我不知道為甚麼 在電影中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你真是入戲 入戲… 可能真的因為我有自己兩個小朋友 所以我很明白 很知道是甚麼感覺 由於極度投入 連嘉欣自己也分不清是真懷孕還是假懷孕 昨天我去了西貢拍攝 然後走走走 其實化妝、整頭 他們每個人都說 嘉欣你走路真的很像大肚 因為我真的覺得自己 咬咬咬咬 我不是特意演出來的 我是真的覺得我帶著肚子 下面現在很重、很辛苦 好像合不上雙腳 是呀 以前我沒有經歷過懷孕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感覺是怎樣 譬如現在一直說話 我經歷過 所以其實我已經 感覺到自己一直想吐 這樣